今年是在香港所屬基盤的 理工理事紅茶幾茶香冠酒比賽 三個一盒才是比賽的葛宰 事實上是遇到這個康瑞的紅燈 不過主辦單位是照常的基盤 遇到這齣第四位總統 讓參賽真是在方向台北 帶典現好聽的冠聲 馬老闆真難忘的回憶 尤其兩天的地方歌唱比賽多重 日未掛賽參賽者 拿出歌後實力 典現當人的歌聲情出勝利 就是可以出來唱歌 訓練勇氣 不用在家裡打電動 這樣覺得開心嗎 開心 很特別也很期待 因為我們都準備好了 然後這個盛大的演作的話 是精心設計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參加 不錯 這樣10年都有在基盤 這樣很好 對 鄉長很用心 雖然康瑞風台來攝 但是參賽者北斗的冠色親友團 不怕風雨 雖然康瑞風來參加 包括鄉長平心也都現唱歌劇 跟大家一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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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单位基盘地胖的歌唱比赛 过来乡民地龙报名参加 期待一会比赛给大家展现歌后 和上交流歌语 看到我们的乡亲歌唱这么好 上次就说 立即我们的幸福一带 做一个快乐一带人 最快要快的 将我们的心情 包括轻松 将最快美类的歌唱 分享我们的国家的好朋友 那当然这个是比赛 就是经验的累积 经验的累积 还有你的实力展现 这歌唱实力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有没有天天唱歌 有没有 有没有天天练 唱歌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环保运动 最后由生成的名字大出了 总年组冠军王志恒 社会组冠军邱婷亭云 青少年组冠军刘靖浩 出版单位中 在11月16号的 《公地文化企》来进行班将 继续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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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到 好